其实人类那么喜欢斗是原罪 因为大家仍然在一条精虫的时候 已经在斗争,几千万条精虫 终于只有一条能够脱泳而出 斗赢了才出到势,斗坏了变成了一丝鞋 所以生存在世界上,只有无止境的斗争 这番话是一位网友youtube6968 不知是哪位,我想他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强哥由零岁到十岁,由十岁到七十岁都是这样想的 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一段报道才完全推翻了 仿然大误,开误了 我希望这番话几分钟都令你开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的三观,即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是改变了的 很感恩我们有人启范我们 找出了进一步的真相 为何会有这段回应呢 话说长哥在二十几三十年前写了一篇文 叫做错在奥林匹克 在这里下面我都有连结给大家看 我就说现在我们世界长期都无和平 整天在打仗,我们整天在斗斗斗,消耗资源 说到尾都是所谓奥林帕的精神 现在刚刚搞奥运会大家拿出来讲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斗争的社会 我们说我们很文明,我们说很开放 其实在斗着,国家和国家之间在斗,不用说了 企业和企业在斗斗,我们自小一出世就在斗斗斗 原来只斗斗,去找工作,找工作 成功,去搭升职,奉名夺利 一生就在斗斗斗斗 Incre Carlos 人和人为女儿拗尔市Я人或家人争拗 同事和同事争拗 全体和团体争拗,为什么呢 国家之间消耗资源去搞装备武器, 即是弄导弹、潜艇坦克那些, 又要浪费钱去搞太空竞赛, 现在这个运动会就是以为拿金牌这些, 我们就算要去比赛要去斗, 为何我们不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呢? 各自各精彩,你有艺术细胞,他有领导材, 谁很有慈悲心,谁有很多忌, 谁的辨认能力AQ很高, 我们大家不同的地方去厉害, 为何不可以这样呢?为何要用同一个标准去斗呢? 是这样的,说回刚才那一笔, 我们讲的精蟲那一笔, 以前大家都以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原来不是最后一条胜出, 在他胜出之前,有千千万万, 可能几亿的精蟲,在攻击或插进去, 不知怎样,卵子那里,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牺牲, 他们不成功,他们牺牲了, 终于有一条坐享其成,大约是这样, 就好彩人家做了些事,他就撲一声, 赢了,入了,就变成一个新生命了, 他不是斗赢,他好彩在人家努力, 牺牲的基础上,成就了,他完成任务, 所以成功是大家几千千万万条的成功, 他们不是斗败了,他们完成任务之后, 就结束了生命,这条精蟲也是,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这不是斗争的世界, 而是互助互利大家合作, 众志成成搞出来的, 我们的生命我和你, 可以今天变成一个人, 是因为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事, 以前根据达尔文的理论, 色者生存,物敬天责, 大家斗斗斗斗,以为是这样, 有一百多年,整个世界, 至少西方很相信这一套东西,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 我们看到,不知这么简单, 这是很表面的现象, 实际上不是这样, 实际上大自然是一个互助互利的世界, 就是你成全我,我成全你,你帮我,我帮你, 在斗争之上,是有互助互利, 是有协同效应,是大家在支撑完成对方, 有很多是共存的现象,大家都看到, 无了它,就成一队人,成一队人, 成一队人,不够, 只要一起合作,才可以重置成成,就是这样, 所以生存在世界上,并不是好像这位朋友那样说, 无止境的斗争,如果我们一看通这件事, 做人就不同了,你看看以前的原始暴族, 到市场主公司那是般只游戏者, 而在原始场油涉人工心, 都是一队一队都是打仗, 常常是你毒用我,我自己 igual你, 你看狞狼狮狮自己都要打一餐, 但是表面上是在这打,其实他在练习, 他们虽然都有死伤, 但他们透过这些互 αυτό你砌我我砌你, 选拔最基因最精进最优秀的那些, 就是传宗接代下去, 所以表面上是这样,但事实上他们整个族群 有无数合作,各司其职,互相鼓励, 甚至互相表达很多爱意在乎对方, 才可以生存下去,我希望刚才这个启发, 我得到的启示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你改变这斗争意识,就不会再有文革这类, 我们的祖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太惨痛的经验, 现在这一代很不幸,现在当权这一班, 真正是文革的产物,他们的基因已经充满斗争意识, 所以搞成这样,香港现在搞成这样, 不要怪他们,他们都是受害者, 但现在我们要切断这一种斗争的精神, 不要让他们延续下去,我们明白到圣国宇宙, 大自然规律是爱,是合群,是合作,是互助, 互相欣赏,互相支持, 大家贡献出自己的灵魂使命安排的角色, 这样我们明天就会更好,我们才有可以生存下去的未来, 要不然继续这样斗,一起抱着死, 希望刚才这段分享,可以真是改变了, 你和你身边很多人的误解, 你想深一层,你改变了这种意识, 就是周围尿雨花香,一个新天新地, 我们所努力的就是在那绿化文明, 大家跟回自然规律去生存,多谢你收看,拜拜。